和大家回到中國湖北武漢的 武漢體育中心體育館 南雙決賽 首先進場是南韓球手 李隆大和柳妍昇 這次賽事的一號種子 世界排名第一的南雙組合 他們的對手也是這次可以在決賽 兩上最年輕的球手來了 中國的李俊衛和劉宇臣 兩位球員只有二十歲 現在的世界排名是第十四 昨天在準決賽讓我們看到他們的表現 頭段都打得不太放鬆 越打越好 最終將富凱峰和張嵐這對師兄 打低了,直落兩局 二十三、二十一、二十一、十九 只有二十歲的年紀輕輕 和這群一線的球員 基本上之前大部分所參加的比賽 級別都不同 所以碰頭的機會不是太多 昨天對著富凱峰張嵐 是沒有對過的 昨天第一次對 今天對著李龍蛋和柳妍昇 其實只是第二次碰頭 他們第一次碰頭 就是在2015年11月的中國公開賽 當時打三局球之下 最終是李俊衛和劉宇臣贏球 所以在這裡要視乎李俊衛和劉宇臣 是否繼續做巨人殺手 李龍大,今年27歲,身高1.80米 來自南韓的全羅南道 拍檔來自全羅北道 29歲,身高1.80米的柳妍昇 來自遭遇的 因為是在阿澤錦標賽的雙打 絕對非常強 因為從20年12年起 已經是連續四届 都由南韓球首營錶標 現在拍攝的這位是劉宇臣 來自北京,今年20歲 身高1.91米 至於較瘦一點的 就是來自遼寧安山的李駿衛 今年20歲,身高1.93米 身高1.93米 至於較瘦一點的 李俊偉比較瘦, 但比較高 但我們昨天也看過 他的爆炸力非常厲害 上一次碰頭 在2015年中國公開賽 21、18、18、21、21、23 是贏過的, 李俊偉和劉宇臣 二十歲的年紀, 兩位球員都是 李龍大柳, 延星在第一圈贏中國的李姓木 和蔡家欣, 第二圈贏香港的 柯展聰、鄧俊文, 八強贏中國的 劉小龍、 丘子漢, 四強贏日本的家村見事 袁田啟宇, 至於李俊偉和劉宇臣 第一圈贏香港的陳梓杰和羅卓謙 第二圈贏二號總子印尼的 莫哈密和康德拉 八強擊敗了中華台北的陳宏倫和王齊倫 四強贏四號總子中國的傅海峰張藍 各位女士, 第一對世界排名十四的球手 李俊偉和劉宇臣, 中國 這場也是2016年亞洲禁標賽最後一場決賽 第一局比賽, 首先臉向畫面那邊 就是南韓的李隆大和柳元昇 李隆大會首先發球的 李俊偉 首先接發球的就是中國的李俊偉 去, 去 有高了很多 一、六 這招就… 我覺得就… 除了富凱、風、蔡溫以後 我覺得是最有希望做到接班 就是中國隊的第一箱 就是太突出他們的條件 一、二、六 兩個呢 第一就是具備了國家隊選材 中國運動員的高大有力的特質 而且兩個在近年來說 除了蔡湯富凱之外 小友地、中國技術特別勢力的雙打 手上技術很好的兩個投手 雖然他們年紀這麼輕 不過在2014年 都在亞洲比賽獲得過亞軍 當年他們在決賽 輸給南韓的新白節和柳彥星 這次再一次和柳彥星碰頭 但柳彥星火拍了李隆戴 加油 很滿意,蔡湯 真的在這裡有點厚 3、2、1 加油 加油 加油… 來 很漂亮 真是被这些种子打下来 最难打的就是 其实第二回合 对着印尼的莫哈玛和亨特拉 二号种子三局 将他们打下来这些中国的年轻球手 不过我们特别提的是 刘雨晨和李俊卫 其实第一轮对着我们香港的陈志杰罗绍谦 都要打足三局 最后第三局是21-16赢 时间是过 3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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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4 4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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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發球拿不到點以後 要看他們有沒有經驗 用不同的球路 很漂亮,這位劉宇臣 真是大大隻 但其實他主要是前場的球員 好球 美濃大挑戰 好像是好球的 就好問了 來看看英雄系統 應該是好球了,壓到線 贏得好球 贏得好球 六、七、 李永迪, 和尤雄系統 一挑戰 未來 贏得好球 服務終於 8、6 我覺得這個對角很漂亮 厲害,劉雨晨 今天特別好,一開局很興奮 決賽對著韓國隊 和對著自己人有點不同 你看他的動靜,看到劉雨晨 打得特別投入 看見劉雨晨和劉雨晨發揮得特別好 其實昨天,傅凱峰和張嵐輸了球 傅凱峰說可能因為關乎到 他們剛剛昨天下午公佈了 15日開始的劏杯參賽名單 李晉慧和劉雨晨他們入選了 可能對於他們來說是信心提升了 所以就變成打得這麼好 其實… 真的要入選 這樣的實力… 這樣的條件 而且我覺得… 不知道是用怎樣的嚴謹要求 因為劉雨晨是團體賽 出名單,他起碼是第三箱後備 都可以… 不一定有下場機會 如果真的要去… 關乎到整隊球的輸贏 如果你覺得不放心 但他應該是第三箱 起碼一定沒有問題 這個其實… 不過對於中國的球員來說 或者很多球員都是 其實他們覺得劏杯的重要性 比亞洲錶賽更重要 沒錯… 所以特別對著就是李晉慧和劉雨晨 因為他現在的位置都挺尷尬 就是自己本身已經整裝待發 但是之前很多時候 還是可能參加一些級別低一點的比賽 都沒有機會讓他們發揮 對強手 但是慢慢開始機會上來了 今次的亞錦賽 還要這麼厲害進來決賽 計一四年之後再進去決賽 變成那個信心會大了很多 因為表現的機會終於都等到 而且經常說中國隊選材 無論男女球員也好 都是找些很高的 但也很少有這一招那麼高 其實香港很多人都很創新 還有很多很好的招 希望香港不同的人都可以合集 一起想多一些很好的招 去解決這些問題 我怎樣保持自己的心境 開朗一點開心一點呢 其實有很多時候是家人和電視 多些偷偷, 多些聊天 有些發覺不耐, 都可以解決問題 香港會照顧, 香港會開心一點 好, 多艱難都會過去 多艱難都會過去 沒有困難是無法解決的 有和沒有, 一樣可以活得精彩 比賽有輸贏 人生有起點 我放棄, 家人會很傷心 人生還有很多出路 要站起來 去面對… 去面對 我行, 你也一定行 辦法, 怎麼多困難 愛惜自己, 愛惜家人 找家人或者朋友聊聊 或者打2343-2255 猜猜我是誰 你猜我是小姐 我被抓了, 快幫我還錢 我出了事 你先進三千元給我應急 電話騙案手法層出不窮 不想自己的電話 變成編圖的提款機 就要在接到可疑來電視 保持冷靜 是不是騙我? 跟信得過的人商量 有人說兒子有急事要錢 打給兒子問一下 小心保護個人資料 核實來電者身分 你究竟是誰 核實來電, 提防受騙 在技術站聽出來之後 李隆大和柳彥星得多分 分數現在是12比9 開始, 晚上 對手 仍然要慢慢多吸收經驗 做他們 實力的條件一定沒有問題 但我覺得其實在前場上 以他們這種技術、這種條件 一定要再發展下去 即是再快一點 因為他們搶球 打臨球的速度還是不夠快 可以說是中國隊的 可以再快一點 以他們的技術 對手 11、13 很漂亮 劉宇臣的基本技術 又好 李俊偉 在騰空上去 你看到他 有爆發力 而且動作相當優美 謝謝, 騎上 12、13 加油… 加油… 分數 分數現在又回復很接近 流宇神發球 12比13 非常高 十四、十二 流宇神發球 流宇神發球 十四、十二 流宇神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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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也是 應該繼續追流宇神發球 還有 看到了 這個就是 李俊偉 就是跟得比較慢 就是這些中場 兩次 三次都是 搶得快可以控制 但是慢了一點 就跳高 之前那個 在反手區那邊 就是這樣 流宇神在這方面 是好一點 快點 哇 出開 16 12 押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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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位置有點不對,劉爾晨走過去 劉爾晨走過去,反而過了這個判斷 衝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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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over. Carding 17. 李俊偉發球. Play. Service over. Carding 17. Carding 17. 折法,質量相當高. 李俊偉發球,我想藍行隊會比較清楚,特別多放短網球. 劉宇辰真的處理得更好一點,他一打跟第三派,打短網球. 19.13. B. 19.13,領先6分.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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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隆大是關鍵時期,發洛網 出界 結果21-14才贏第一局的南韓 跟大家回到球場 李隆大扭完聲先以21-14贏了第一局 現在是第二局的賽事 面鏡頭的就是中國的李俊偉和劉爾珊 一出來就要拿第一分,李隆大和劉爾珊 真的有備而戰 看到李隆大第一局 一直靠他的臨球 上一次對比對手這麼年輕的球員 贏了他們,我想他們做功課要做得足一點 絕對是,因為你 排名這麼高,有名氣 人家就很熟悉你 有清楚研究過 但是他們對這批年輕人完全沒有資料 可能也沒有想到這麼難打 打過一次,我想絕對會開始作出研究 雖然在2014年決賽 劉爾珊和李俊偉都對過南韓球手 但是事隔了兩年 李俊偉和劉爾珊今年都是二十歲 一定是比起當時都會有不同 那個經驗都多了兩年 他們這種快速地搶去南韓球隊 真是 都是一定要打漏言聲的 無法談的,沒辦法 就是太好的技術了 李隆大這些防守的時候 李俊偉和劉爾珊 他打給他,他又可以很治愈地 兩邊控制過去 中國隊就是不想看到這件事 就是想對手用力出來 出來的球一用力出去 他就可以打力量了 這些球 但是李隆大就不跟你鬥力 你一推他就打過度擋一下擋一下 所以為何說中國隊這一批就是 就是肯定是差一點差一點 其實可以更加好的 這批年輕人可以再早點出來的成績 就是一遇到這些不同類型的打法的人 這些技術 如果懂得打法限制他們的優點 就會削弱他們的實力 因為他… 好像現在的藍防隊 一直打過度打擋 擋往前、打控 兩個球手怎樣 中國隊可以一推完 打完硬球之後 跟得緊一點上前場 特別是… 李俊偉這方面是弱一點 這些打多些比賽 累積多些經驗就會有提升 始終之前他們… 在他們前面還有幾批在這裡 暫時都未輪到他們去打比賽 他們之前其實還有劉小龍、邱子漢 還有柴鏢和紅偉 因為… 為何會特別這樣說呢 因為… 好像柴鏢和紅偉 我覺得就… 即是定了型 即是他們技術那種手法 技術那種特點 是很難打到那種搶前場 打有勢球、打控網那種技術 打不出的 即是好像打南韓隊 包括昨天南韓對著日本隊 那種這麼快的控網 是沒辦法打到的 但李俊偉、劉宇神 他們這兩個球手的條件 就能做到全面型的打法 這次阿錦賽的發揮 再加上如果15號開始的 湯姆斯杯 他們也有機會上陣的話 我想那個技術水平會再提升 在這次湯姆斯杯的名單上 其實在南商 就是有傅凱鋒、張藍、紅偉 鄭思維、劉宇神和李俊偉 剛才提到的 劉小龍、柚子漢 那些都不入選 反而機會就落在他們身上 是 要挑戰,應該也挺明顯出甲 劉宇神和李俊偉的挑戰 今天真的要看過才知道 因為李龍大都站在旁邊 不過他放棄了,不拿 很敏的,不過又 好像有個影子在線上 剛剛碰不到 真的很硬 現在球員他知道 開始不相信自己肉眼 開始知道,其實看來也有些出甲 其實有可能原來真正 球頭最初滴下去那一刻在界外 但其實一壓球再壓低一點 可能有半個 碰到那麼多的周邊 球頭少少壓到線 電腦系統都會看到 影壓系統 即是他都薄,都不沽航 用這些機會 其實每一局每邊 有兩次機會都算多了 如果不是那麼大小的都夠用 好過爭辯或者猶豫不決 其實都會影響接著發揮 我覺得這影壓系統非常好 這次發展了這件事之後 又覺得挺好 即是沒有影響比賽的節奏 兩次機會就差不多 還有我覺得 好像多了一些 很特別的環節 其中一個環節球迷 已經很緊張 對,很緊張 因為我們這樣看到 自己會猜猜究竟是有還是沒有 沒錯… 球迷自然都會投入一點 好像自己有份玩 7、4 7比4 我可以補充一下 湯姆斯杯剛才說了 雙打的入選名單 在中國隊 單打方面 會有岑隆、林丹、田口偉和喬斌 因為教練這次也想 讓一些年輕人吸收經驗 所以就有一個以老大身的安排 對… 你和大今天的發球也有點順暢 7 送了一分給中國 你 劉雨晨發球,分數5比7 好,這球已經發球了 好,這球已經發球了 Service終於了 8…5… 劉雨晨 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來吧 這隊紅大真的很快 基本上一打二,差不多一打二 反控的低點在防守當中 這樣讓他製造機會出來 真的很突出 四個球手裡面零零射射 真的好球一點 南韓隊以前是一個樸柱鳳 幾年後,每一代就有一個球王 這樣硬是有些雙打項目 破鼠鳳之後有一個金東文 金東文之後就有一個李隆戴 遲些不知道有沒有 還沒有可能出產到 像這些質素的運動員 這樣飆青的運動員 其實金東文差不多退下來那一刻 其實真空了幾年 即是馬上下滑的藍王隊的雙打 藍霜就不行 自從李隆戴一出來之後 就又開始上去了,成績 其實在亞洲錦標賽的歷史裡面 九一年開始 每一年都有亞洲錦標賽 九一年的藍霜冠軍就是朴柱鳳 當時就火牌金文秀 但近年就是,正如你所說 李隆戴出來之後 在亞洲錦標賽贏冠軍的次數又多了 他的天分可以比美朴樹鳳 2008年,鄭在成和李隆戴 在亞洲錦比賽贏了錦標 好 之前亦說過,由2012年起 連續幾屆 都是藍韓球手拿到藍霜錦標 中國剛剛追一分 8比10 2012年那一屆 一直順著數下去 就是金基正金沙朗 2013年就是高成員李隆戴 2014年就是新白節扭延星 2015年就是李隆戴扭延星 但是2016年究竟會否可以成功毀免 李隆戴和柳彦青 Bling 剛才差點滑一滑腳 這個李隆戴也有點危險 有沒有看到他好像很高的叉燒走 一心急了 突然看到好像踩不穩地 突然有一刻 因為那些高那麼瘦的人 就真的重心特別高 腳一不夠力很容易會 就是會容易 就是當出現了扇腳 那些就容易出錯一點 這些步伐 去到技術斬停 李隆戴和柳彦青 暫時分數領先緊11比8 現在他們的雙打 跟以前的分別 當然是真的快很多 前場 比柏柱鳳、李永波那個年代 但是真的攻防技術 以前的球手真的不差 現在差不多 以前的攻擊都是那麼重 那麼厲害 那麼大板的 防守技術甚至可以說 有部分力量比現在的球手 仍然是 但是整體的水平 真的現在就高很多 因為現在快 現在一直可以搶實力的網 那個步伐和搶點 真的 前場技術是厲害了 快了很多 技術的動作很小 這個就是搶網的速度 跟蹤前場速度 跟以往的年代 李永波的年代比較 這個分別是非常之大 最早發展這些 這麼快的打法 其實以前一直在南韓 好像很先進的打法 其實我覺得最突出的 反而是丹麥隊 丹麥隊發展這些快速的 極速的 可以說是搶前場的打法 你進去 你進去劉宇辰拿了分 9比11 你進去發球 10 11 再拿多分,10比11 多了 多了很多 12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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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10 9 6 10 很冷靜 真是很厲害 你龍大姐 又快 跟你打硬鬥搶 打兩下 不夠你抽 他就擋網 突然又彈高波 頭腦轉得很快 真的 有點誤會 動又不動 反而影響了劉宇臣 他完全不動 劉宇臣很快就補位了 差點了 很大壓力 搶到他 一搶上去 看見對手又過來 完全不適合 切得太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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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11、13 零 仍然落後兩分了,中國 流以神發球 数 小给 14 11 尤雍正 我告诉你 14-11 扭言声发球 好 可惜 這個路也漂亮 其實也有很多選擇 其實抽殺那一刻沒甚麼威脅 他一跟上去再化一點 就… 來 推直線,搶兩邊網 應該還是可以做到 快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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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2 第三棒 好 4、4、13、15 第三把拉不起 請 Sav is over,16-13 好 保留 40… 這次失策了 這個直線可以抽頂了 給張廢花球 看看南韓隊是否有擋網 偷雞 真厲害 真是很厲害 真是很厲害,成功 棍榜 好 不知為何,這球完全打得Q,打不準 剛好斷線 斷到這個位置,奇怪 是 為何會給王牌呢 應該是因為他沒有問過 裁判是否給他一張王牌 加油… 挺嚴厲 好 斷了線,換了一塊新拍出來 有完聲 15 開始 開始 分數16,平手 就是這些 都是容易脫漏 17 16 其實現在 特別是藍牌隊對著他們的打法 這種戰術 其實大部分時間都要處於前場 那個是佔了主要大部分的時間 反而不是太多時間在底線攻防 好一點 還可以跟蹤 還可以跟蹤 昨天 對著藍牌隊 這批年輕人 就很充勁 去到關建勳 看看今天可不可以 本身的心理質素是不錯的 很大膽 很狠 這個球打失了 好 不是那種 一到關建勳 很緊張 畏首畏味 簡直是越戰越勇 他們第一局都出現了問題 去到後段 接近關建 有兩下失波 好像都突然發失誤 不集中 但第二局 你看到他 立即調整了 一吸收了經驗 很堅決打得第二局 關建那一刻 LG 在最應該反擊的時候 打落網 已經搶得下 是 最應該反擊的時候 打落網 就 撞到 掃機會 前進 Kung 你還要笑我 拼得最漂亮的那一刻 應該抽兩邊,抽一隻手硬 扭然聲緊張 因為都很難防 這兩個巨人的煞球真的很重 抽一隻手 Aidine All 來 十八平手 1、2、3 完全打不中 對 完全打不中 糟糕了 輝圓棒打不中球 他還在找球,劉醫臣 18 燈光一定是關係的 沒理由,完全打不中 好,技術這麼好 哇,這個切法球很漂亮 李龍佳發高了 已經不錯,發出來了 但法局區,這個T位就太適合手位了 無論是發球的時刻和選擇這個樂點 都適合劉醫臣的出手 都是有點失策 其實可以化小地角 可能會沒那麼容易,捉得那麼漂亮 19平 19平均 王法局 1、2、5、1、3、2、8、5、1、27、6、6、6、5、6、7、6、6、8、1、30、6、7、6、5、7、6、4、4、0、7、7、4、5、4、15、6、7、13、12、13、0000 他很關鍵 一發完… 一發完球之後 被對手一撥過來下手 這個跟第三拍 南韓的合格點,20、19 沒有問題,不介意,柳妍昇換球 可能會好一點,柳妍昇… 他的發球… 因為你龍達今天發球 你龍達後面接第三拍也不錯 哇,很漂亮 20平手 看看是否發高了,太快了,看不清楚 馬上這麼漂亮的發球 這個…發高了一點 很漂亮,出手 快之餘技術相當好 用力的技術 哇,膽薄膽,你龍達真厲害 重複球彈高,這個人真的很靈巧 這個人很精靈,真的很精靈 這個時候,看到他位置壓前 彈上手的高球 第二次機會了,南韓 看看這次能否拿到 有些壓力 我想他應該不會發這一號區 又是發T位,又被劉爾臣… 看看是否會轉一轉球路 發球 這場球 這場球也試過不止一次發濕球 你龍達 很緊張 看看發哪個區 繼續在這裡 因為你又想有信心點 緊張關頭 好球來的 又再救回來 二十二十一平手 關鍵是… 柳彥昇好像不是很… 承受得住 不是很承受到這些壓力 絕對是自己太大壓力的時候 有些緊張出錯球 來 拿得漂亮 第三拍 有機會了 出界 挑戰 劉爾臣第一時間舉手 都… 次次地讓他舉手先了 都去到禁後段 很明顯的了 這個鏡頭就看到了 不過都… 不理會了 你留在這裡也沒用 因為每局就每邊兩個機會 不成功 Leo Yu Chen 和Lei Junhui 一挑戰 還要留意 Service Over 22 又有Match Point 李隆大和柳彥昇 第三次機會 漂亮球這個刺法 差一點 糟了,還是追著劉彥昇攻 不用想 一定不會錯 不過他們攻得很厲害 很厲害,防守很大壓力 真的很重 我看也覺得很大壓迫感 其實兩個那麼高的球員 不斷攻 22平 完全猜不到,這個路真的 站在這裡 帶李隆大這個路 22 仍然是很冷靜 第四次機會了 李隆大扭言聲 拿到了沒有 但是呢 如果柳彥昇發 可能反而更好一點 如果發言發得好 就壓上前 就不要理辣中場 第三把中後場 給李隆大跟 李隆大發就 我想中國隊 一定會推出去 應該就 22 Play 看看朗姆如何 推出去 撥出去半中場 推出去 打到很高 發得很高 真的… 猜不到他 完全沒有手感 發短球 23 發得這麼高 即是又再次拼手 真的居然發聲 李隆大身上 都是劉爾臣 繼續是他出問題 剛才就… 打不到後場那裡 叉燒拍出界 現在又失敗 去到第五次機會了 李隆大扭言聲 兩邊都開始… 走來走去 亂殺龍 大家都… 機會球就打不到 大家… 李隆大發了一個叉燒出來 好 24、23 24比23 李隆大扭言聲的第五個比賽 應該似仰了 這次扭言聲發可能更好 發球質量更高 第三拍出得很差 24平 又是捉緊直線 很差 很差 很難,因為發球的壓力真的很大 發那邊反而難得分 李隆偉的發球 24平 太大致他 萊 stairs 努力 本地拍出很棒 consol 男和雲隊真是個過渡打球 真是漂亮 大致 對 2、2、5 始終這些技術真的比較好 壓兩下,有硬有軟 壓兩下,控一控,壓兩下,控一控 中國隊就不斷用力地跟你打 黃隊就打兩下直接停一下 第六次,Match Point 你看這次你用戴成怎樣 又是這個位置,這次發得好 25平手 六個Match Point都還沒得到 你和大樓現場 第七個Match Point 真是的 有點運氣 好,這次又來了 又一樣,同一個位置 又是這樣,你一分那分 又是扭言聲發給李俊維 我想又是幾打都放短球 推出去 殺得多爽 好 26平手 26 最後就是變成這個 出到左邊,出一點點 進了中間一點點,反而殺不死 李龍太太很強 同一個位置,李龍太太 轉來,離開 nowadays 第七個Match 是 是 第四個Match 這次不知得到最後 真是刺激 劉爾臣正在守著 有時間的 自己抽不出 絕對緊張 球是可以控制 他不敢控制 而且根本完全吃不準 因為他正在守著 又是這個位置,再來了 都是一人一球 繼續利龍戴發球 真的有些蚊子 他的發球很令人擔心 真是 嚇倒了 同一個位置 又是發球了 這次對面撥了出界 這次… 柳宇臣發覺一直很不對勁 反而四個球手當中 他越來越不對勁 很緊張… 一次又一次地塞在他手上 結果21、14、28、26 李龍戴和柳妍星可以成功衛免 連續兩屆獲得亞洲錦標賽的錦標 李晉慧和柳宇臣計 2014年之後 再一次在亞洲錦標賽獲得牙棍 兩次都是輸給南韓球手 兩次都有柳妍星分 上次就柳妍星火拍新白節 真是驚險 再無法解決就要 看看哪邊去到30分就要哪邊贏 最後那個球都發得很差 想不到劉宇臣緊張到 這個這麼高的球都不會拍下去 李龍戴今天因為法球的發揮 就很一般的 所以他都發得很緊張 即將會進行就是南商的頒獎儀式 非常激烈的一場決賽 李晉慧和柳宇臣 都仍是年紀輕些 去到關鍵的時候 有些緊張 最後柳宇臣 日本的嘉昌健士和原田啟 這次可以入到四強 但直落兩局 輸了給李龍戴和柳妍星 拿到貴軍 至於傅凱峰和張藍 也只是去到四強 輸了給李晉慧和柳宇臣 不過其實傅凱峰在這場四強賽事 對完李晉慧和柳宇臣之後 都覺得這一對年輕人 有很多前途 遲些他們也一起去到坤山 就是出戰湯姆斯杯的比賽 李龍戴柳宇臣 終於可以成功為免了 兩位球員都分別 和不同的球手都贏過亞洲錦標賽 但合作之後 在2015年贏過一次 是 在2008年 李龍戴和鄭在成一起贏 接著去到2010年 柳妍星當時就火拍著曹劍宇 贏到亞洲錦標賽 2012年就是金基正和金沙朗 不過金基正和金沙朗 今次在第二圈 輸了給印尼的芬拿迪和新宰爺 鄭在成退後 李龍戴訪拍過高成員 2013年也贏過錦標 當時柳妍星和新白節合作 2014年就贏了錦標 當時在決賽對著二年 李進外和柳宇臣 現在仍然只有20歲 但已經有兩次在亞洲錦標賽 入獲決賽的經驗 這一批年輕球手 這批年輕球手 有一點 謝謝 謝謝 不用擔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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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真是相當驚險 李龍戴打球表現得非常好 不過今天的法球 真的會有很多驚險的場面 以往的球員去到1.8米多就算是高 但現在中國隊出了兩個都超過1.9米的球員 日本的家村見事和袁田啟 這次表現得相當好 第一圈就贏了三號總支中國的柴標和紅位 直落兩局 之後還贏了馬來西亞的古建傑陳文宏 我猜今晚劉宇晨都發明智了 最後叉燒球打出界了 非常激烈的南雙賽事 非常激烈的南雙賽事 地球員